然後就發現有一些東西比較難以去理解的部分 我會像這一篇文章我覺得比較難 因為很多小朋友可能沒有看過楓葉 他知道秋天的感覺只是可能很冷而已 金山不會有那一種風紅的感覺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會在上課之前透過簡報 然後讓小朋友去感受一下 同時他所要呈現的一個情緒或者是感覺 旁邊角色的部分 也要配合 好 太棒了 旁邊角色的部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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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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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